我问一下小吴 你跟那个小云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我认识我认识你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m love You got me like,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of dealing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m love Hey It's too late to try to go contain it A generation fueled by creation We live lives on a small screen nation We control the airwaves, no negotiation I refuse to think we need saving Something good will come from creation And when we think that the world is too anxious We'll adapt to all survive and save it What keeps you up and I,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We were built to d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What keeps you up and I,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你有你自己的学业 有你自己要关注的东西 你如果一直在跟他索取要这种爱的话 就会觉得自己特别没有价值 你觉得呢 好吧,谢谢 女孩我觉得你错了 你错怪他了 他绝对不是两面派 他一直在用不同的方式 在证明自己就是喜欢热闹 就是现在一颗心 还没有完完全全地放在你身上 他一直是这么做的 他绝对是表里是如一的 只不过那一面 对你好那一面是你给自己的假象 你不让他去酒吧 他在家里头也可以被异性包围 事实证明 你们非常不合适 第一 他不是你认为的那样 说明你不够了解 第二 他其实和你的这种价值观 是完全不合的 为什么你辛辛苦苦的 打工挣来了电动车的钱 送给他他不要呢 因为他周围的环境是一种虚滑的 他认为 你财富距离那么近 自己也拥有了财富 所以说你送他的礼物 他根本就不会去接受的 因为那不是他所要的 同样 不接受恋人给了他的礼物 那就是不接受这个恋人 第三 人家说的其实已经很明确了 未来他的规划是要出国的 这个规划里头没有你 所以种种迹象表明 他已经用行动来说明 我不可能接受你的 所以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蒙蔽自己的双眼呢 认清事实好不好 不要听这个人怎么说 关键是看他怎么做 男生呢 如果你与对方的三观都不合 并且你的心根本就没有安定下来 你要说出来 如果我们质不同 道不合我们是可以分手的 无怪乎谁对谁错 但是如果你隐瞒欺骗 用不正当的方式迎合 但背地里呢 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好不好 做一个男人要坦荡 好吧 就这样 我想先跟女生说 你孙 别忘了 你 解决了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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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